今天在昆顿身边找到Alan Poe 布置轮 Hello 大家好 Hello Alan Hello Kynan 有新歌派台 有新歌派台 是的 而且一出就要看到有两个版本 就是在这个正式的Studio版本出现之前 竟然是你自己先在网上发布一个 你自己自弹自唱的Acoustic版本 是的 这首歌叫做《非鳥狠》 是的 是的 那两个版本 我当作Acoustic版本是你自己玩 是不是不是一个真正派台的版本 Demo版本 因为那次那剪是一个我收的歌词 就是自己练了两三次 就一进那个Studio 就一剪就是那个版本 OK 特意就是做一个比较RAW的 by feel 因为有时候我很坏的 我永远唱歌 录音通常拿回第一剪 就是Studio version OK 唱得太多我会没有感觉的 会加一些微精乐 是的 就是有时候书老板 又或者跟我踢开Vocal 每个时候Garry Tom都会知道 他们常常都说你是一些one take的歌手 嗯 就是永远第一二 take是最好的 最没有想习念 嗯 就是越唱得多 反而可能越多自己计算放下去 或者越习惯的东西放下去 会的 就想多了就放下去 嗯 这个是我的character 所以第一次看 反而是最真实的感觉 大家都会喜欢拿回这些 最初头最原本的东西出来 放在你身上 所以你们大家看那个acoustic version 就真心是一个 一个非常之无法修改 无法修改 无法修改的一个最原始的demo version 就是修份词之的demo version 那我开始就想 你会听到有些东西未必是最好的 就是有些音 有些sharp flat 或者有些叫得不够对位 但其实会听得到情绪是最好的 情绪最对 因为那个一take的acoustic version 你自己自弹自唱 其实那个弹吉他的编曲 你只要想起 究竟用什么方向 什么力道 因为这个是 那个情绪 你最对在这份词里面呈现的 是呀 因为我自己作这首歌就是感弹 嗯 那只是加了那份词 然后看完份词 转弄完看完 全部收拾完 之后就来了 这样去present这首歌的感觉 当你那个可能就是 你收到歌词回来 自己试唱有感觉 然后你真的要去录这个studio version的时候 你听到一个新的编曲 或者录完之后要有一个新的编曲 其实那件事你对编曲的方向的想法是什么呢 其实这次呢 第一次跟Ariel合作 那Ariel就 即是我是来到Sony Music之后 才认识他的arranger 因为其实他原来是 Jason 或者Phil Edward那边的team 就用开arranger 那我最当初的时候 我都会有 因为我不是太熟悉他的方法 那我开始在想 以往这类的ballod song 我都会找回 band 仔 跟我一起片 即是夹开 band的人 那我知道Ariel是一个很出色的吉他手 但是我就会在想 对 不知道会不会他 我和他未必是synchronize 某些方向 或者声方面的东西 但是不过就怎样都好 我觉得始终现在来到这个新的环境 我想什么都试一下 正如以前一路做solo的歌 那样和什么人都玩 然后就去了他的手 他就很快就已经给了一个浪额 其实给了一个浪额已经是一个 我觉得就是不需要太复杂 简简单单的东西 已经很足够的一个arrangement 如果以我写的ballod里面 去了Ariel 是会有一个不同的味道出来的 即是不同的rockballod的味道 那这个是对于我自己有点新鲜感 这次《非料特别》这首歌 你自己创作 其实看《文案》 你说这首歌本来 你自己展示的名称是叫before 嗯 从前的一些 从前 before以前 是的 其实你写的时候 那个理念 想着什么呢 那个理念 其实我想 那这首歌本身 我不会说我要很present自己很年轻 没有想这件事 反而是反而是想给一些有经历过的 特别是香港人 那这几年大家经历了不少东西 那这首歌其实是当时的歌 就是写了一堆歌 其中一首比较sat 可以说叫sat一点的歌 所以当时没有选择 但我现在坚持就做了 即是在你第一首歌出的时候 你说写了 是的 其中一首 他们觉得这首歌 没有由第一首做 然后这首是其中一首 听起来也不好 其实反过来有点振奋 我永远做ballot都是这样的 我都是有点唏嘘得来 都会给自己鼓励 鼓励了自己 希望把这首歌鼓励下其他人 那这首歌 因为香港人这段时间经历了很大的变化 甚至乎我自己也是 都经历了很多变化 由以前那种模式 突然间一两年转了第二个模式 这件事是关乎到整个社会气氛 也关乎到我想整个乐坛 或者这个都直接是大转变 那我们 我会觉得我们以前 好几年前经常都很坏面过去 经常都从前 以前是怎样怎样 我们是要追回从前 好像以前那样 我觉得 反过来 其实是没什么必要 要追回从前 不如开床以后 是的 所以不是从前金奖 从前鼓奖 力骗封伤 就算封伤 力骗封伤 就算封伤 和封伤 亦相 亦相 但亦灾伤 其实就是 因为 自己那时候想这首歌 自己都已经不是一个 非常年轻的音乐人 都饱力滄桑 在乐际上有点资力 力骗封伤 但是又好像 你知道 始终香港 你问我是不是真的 很多东西 大家都知道 有时 你不够一个人气度 你很难被人 回忆到自己的作品 所以 有时 在香港做音乐 那种唏噓感 就会想把自己的作品 其实是鼓励自己 亦都想鼓励一班 我身边有很多朋友 二一文 本身以前是高薪厚职 二一文之后 变了良地 没工作 从头来过 我自己都好像 经历从头来过的状态 所以 一首挺鼓励性的歌 一直去鼓励自己 无论生活当中有什么变化 经历是变化的 要继续向前去做 是的 向前去走的 但是 你用之前或从前这个题 去想着这件事 去写这首歌的时候 其实 以前的生活 和现在的生活 对你来说 会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事情 我不知道你是在生活上 还是在工作上 还是在两个方面 你都会有一些冲突在 但我当我focus在你的工作上 其实以前的Alan Poe 或者是在乐队的Alan Poe 和现在你做自己音乐的Alan Poe 那个分别在哪里呢 分别很大 但是你问我 其实都已经有个 已经习惯了 由基本上15,16,17年 应该开始 就是 乐队是休息期 其实我已经开始自己做音乐 都是照自己的音乐 然后17年开始出《人在夜》 到现在 其实已经差不多五年了 已经是五年的时间 那怎么会不习惯呢 对不对 那 在五年里面 都常常会怀面过去的 一定会怀面过去 因为过去永远是最精彩最开心的 又或者我们传媒都常常问你过去的 是的 这个也是 好像走不出那个框框 是的 其实那时候 以前公司就说 不如你去重新割逐这个新人奖 其实我这个身份上 自己也有时候很尴尬 又好像做了很多年 又好像又重新来过 但是我自己 把自己的身份 我放在自己做一个 是一个音乐创作者 或者音乐表演者 多个我要去做一个明星 艺人的方向 但是当然 有谁不需要奖项 对不对 因为奖项这件事 是给大家一个sport like 就是 你说不要奖项 我又说不出 这么瀟灑 坦白说 我都很希望有些鼓励给自己 如果不是 你不知道怎么做下去 但是 我说 是不是在这段环境里面 经常说 我放弃 当然会有想法放弃 一定会 还有 也说 现在 创作这首歌 叫Before 都是在一个心情不太好的状况下 去用音乐书法 想鼓励自己 所以 这个时候出都OK 我想大家 在这个时候 还是留在香港的人 大家都没有办法 不接受某些现实 但是既然接受之余 我们是不是要 想一个方法 去不要再怀面过去 而要继续向前 就是 《非料合》这首歌 拿了《非料合》这个名字 《非料合》这套戏 我不知道大家 大家清楚没有看过 《Birdman》这套戏 其实它是拿了 第一代的《Batman》 《Michael Kidden》 这个角色 已经过气 但他继续对这个 戏剧很坚持 就算被人有很多 推卦 推卦 我们就算 这个地方 很多人都已经 觉得我们这个过气 又或者已经 没有以前这么精彩 对了 那就慢慢慢慢 step by step 令到自己精彩 总会有机会 是的 我想这个就是 这首歌 我写完之后 这首歌给回到我的启示 是的 因为你写歌的时候 你只是打算从前的一些东西 但当你交给梁客剑的时候 可能你和他之间 沟通完之后 他的歌词给你 又冲撞在那里 有些你之前未必想过的东西 已经可以 inspire你自己 我会的 其实他第一稿 完全不出街 但是你问我 他那样东西 我当然很明白 是不是 但是 当然慢慢去adjust 我最想都是 他把我的想法 放回到这首歌 因为 我那样东西 其实我是在想一些 比较心态上的东西 因为 既然很多东西都是 现实是这样的 既然选择在那里 也说是没有选择 我们都要留在那里 其实是只有自强不息 只有自己振奋自己 其实也不要说 是不是只是留在那里 这份决定离开向外厂的人 其实他们都要放下自己 过去那些包装 是啊 其实两样东西都是 一样的 他们要面对困难不同 但是心态上 心态上 其实应该差不多 所以这首歌 反而在心态上 要有极力性 音乐 我唯有可以做到这些东西出来 就是说我不是很厉害 经常说错误的东西 做音乐 很容易一些 用音乐去代替你说话 其实都是说 怎样在自己坚持自己的路向 怎样在里面 找回自己的位置出来 不是很容易地向生活低头 不想就这样屈服 其实 心态上不能屈服 即是 怎样 你无办法都好 我想心态是 不可以屈服 即是有时 叫什么 有时风平浪静 退一步开复天空 这些是 有时是要听一下 即不是吓吓死冲 即是去到某个地步 但你心里面要知道 其实自己 是做的什么 是为什么 对 对 背后我们 就算有妥协也好 是为什么要妥协 还有什么时候要坚持 所以其实这首歌 我觉得 都不想说太多 我觉得这些歌词 都很显白的 我想 就是听一次都明白 不是现时很多 很深层次 很深奥的 这首歌 都很显浅的一个歌词 那 我想大家都会明白 是 听一次是会明白的 但这首歌 不可以只是听一次 因为它应该可以 在不同时间 都可以给到我们 一些振奋的感觉 可以 在我们很失落 很失望的时候 给我们一些 一些力量 是力量 这首歌不是容易唱 其实 今天才练完 即是 这个状态不太好 都很难搞 这首歌 因为 其实 Studio版 是升高再半度 更高了 为什么要这样咬自己 再行一点 用力 对 用力一点 acoustic 就是不需要一定 acoustic 可以是 key 不需要太高 因为acoustic 最主要是声音上面的 質感 但是如果 一个full band 基本上大家都要大粒 那就变了你要浪高一点 这些就是音乐的好玩地方 原来你不同的version 人生当然有不同的处理 不同的表达方式 当然我们听到的 可能是同一首歌 但是不同的方向 我们会有不同的想法 我不管你是那个 沧桑一点的感觉 那个可能是 沧桑一点的时候会听 还是现在Studio version 一个振奋一点的感觉 在我们觉得 我生活上有点滴滴的时候 一听一听 可能可以找回一些 为自己提神 打气的感觉 对啊打气的感觉 因为我觉得 最近市面上 推出的音乐 都比较轻松的 娱乐性很丰富 其实我上一首歌也做了 都是比较轻松 气氛开心 一听就知道 忙却一切 但是 你知道我一向都是 什么类型的人 我之前的乐队 那时候写很多歌 大部分都是 比较有一些 耐心的东西想说的 什么都试下之外 都很想有些东西想说 变相这首歌 就是自己 挺想说的 挺关于自己的一首歌 多谢你写了这首《飞鸟盒》 或者是这些 你之前写下的demo里面 选择了一句出来用 而在里面 可以带到一些 振伐给我们 带到一些希望 是的 给香港我们每一位 经历了变化的朋友 多谢你 谢谢 谢谢 那下次再有歌 再找你聊天 好 谢谢大家 谢谢你